你說今天最重要的消息 一個對臺灣至關重要的是 居然美國對中國拉下了心目 現在真的美國對中國的包圍 已經滴水不漏了嗎 這樣的滴水不漏的狀況下 中國的半導體存活的空間 真的越來越低嗎 而這存活越來越低的狀況下 居然出現一個大量的轉單效應 造成今天臺灣半導體全面喪著 姐 在今天的時候 臺灣跟中國的股市 同時開市 那開市的過程裡面 出現了兩樣型 特別在半導體公司 那以中芯國際來說 今天跌了5%快6% 跌5% 花紅也是跌了5%到6% 他沒有開門紅 反觀臺灣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漲了8% 世界先進漲停板 那聯電漲了7% 那利基電漲了5% 那為什麼臺灣全部漲 中國全面跌了 因為拜登跟這個日本 荷蘭 送給了中國一個新年禮物 這個新年禮物就是他們拉起了 一個叫戲目 把你中國完完的控制在未來 我的這個掌握之中 有這麼嚴重嗎 老杰 當然非常嚴重 你看這是布倫克報道 布倫克報道就是說 在拜登跟這個呂特會面 十天之後 美國跟荷蘭已經決定要聯手 一起來對抗這個中國 所以你看現在是這樣 荷蘭的艾斯摩爾 還有荷蘭另外一家 還有日本的包括Nikon Hitachi K1 TEL Scream 全面性 對 人家說的全世界半導體的八大金剛 現在一起合作 跟美國的三大巨頭 這十一家公司已經要對你進行一個 深度的封鎖 所以對中國來說 當然是全世界都沒去 所以為什麼今天 所以以前只有美國的公司 包運檔的柯林這些公司 我等於配合美國 現在不但是美國已經低頭了 對 現在連 包括荷蘭 包括日本 歐盟 對 全部都配合了 對 只要這八家加上美國的三家 基本上封鎖你之後 中國的半導體是沒有任何的活路 沒有活路 為什麼 因為它是卡住了所有半導體 所有非常重要的 上中下野的所有的製程 所以連中國要自己發展 恐怕都很難 所以為什麼股市很敏感 中興跟華王辦人 馬上就出現一個重挫的局面 台灣為什麼 因為世界先進利基電跟聯電 是跟他們互相競爭 所以他們今天為什麼 世界先會掌停板 對 因為顯然是太開心 因為這個封鎖 今天一下去來說 絕對對台灣的二線 金融彈工是相當相當有利的 沒有 本來中興還可以股炎 中興在成熟製程上面 現在的表現越來越好 現在連中興都掛了 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發展 當然相當巨大 那我覺得事實上現在怎麼樣 現在等於是美國跟荷蘭 日本西方世界還有歐盟 歐盟甚至也說OK 我們願意配合 他現在等於這樣 把材料給進了之後 有把IC設計給進了 現在連設備都進了 保健商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開始中國業者 還覺得不可能 那中國財經媒體 還去問艾斯摩爾 說你們這個 傳出的這個報導 到底是什麼一件事 是連DUV都不賣了嗎 結果沒想到是 Bloomberg只有說 美日和拉下戲目 但是沒想到艾斯摩爾說 對 我們DUV可能不會賣給中國了 DUV都不賣了 這是由艾斯摩爾所確定的 所以等於是說 然後在這個過年的過程裡面 這十幾天的時間裡面來說 美國 日本 荷蘭 已經達成了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 對中國來說 是個相當致命 對半導體而已 可是我們看到艾斯摩爾的 這個財務報表裡面 它有15%是來自中國的市場 對 沒錯 而且這個市場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快速 結果我想要把這個15%的肉 給割掉 以前我想講 荷蘭總理跟艾斯摩爾 本來不是不願意嗎 對 沒錯 事實上荷蘭已經這個之前 在2019年就已經配合過一次了 當時是什麼 他們說EUV不要賣給這個中國 那事實上當時艾斯摩爾也說 好 OK 我們願意答應你 在川普的這個時代 可是問題是 你要到DUV的時候 荷蘭就反對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DUV 事實上艾斯摩爾的EUV 很少賣給中國 所以它OK 沒有關係 量不大 量不大 但是DUV來說 DUV才是它真正重要的核心 重要核心裡面 它賣給中國的30%的DUV 都是賣給中國 你要我封鎖 那我怎麼可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都不願意 但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路透就說 2022 他說旅特在2018年訪美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就跟他說 你們這個中國拿到了 你們艾斯摩爾的技術之後 會有什麼後果 那美國就一直跟荷蘭一直 不斷的關切 但是荷蘭一直認為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願意這樣 那是肥肉 對 我太嚴重 那甚至是連這個荷蘭的 艾斯摩爾的這個執行長 都說我們這個暴區 他說軍工產業使用晶片 已經有10到15年了 中國游泳那些技術很久了 列車早已離戰了 甚至連比利史總理還說 你美國半導體這樣 霸凌這個荷蘭 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一封一轉 整個荷蘭願意同意 為什麼呢 很簡單的一個原因 因為歐洲也要催出 歐洲版的晶片法案 他們要求台積電到歐洲去設場 請問你 你如果要美國同意這件事情 你要設備到那個地方去 請問你是不是要跟美國 我做一個交換條件 而且美國這個動作 還不是只有說 我要求荷蘭禁止輸出DVV 甚至在宣傳在上面 尖叫在俄烏戰場上面 居然有西方的晶片 而且是荷蘭的晶片流進去 荷蘭的晶片怎麼流進去 透過中國為第三方 所以你不覺得 這就是個鋪排嗎 他要求荷蘭你這個低頭 就是你荷蘭自己本身 把晶片流到俄羅斯去 你看這是荷蘭國家電視台發現 他說恩智浦還有安斯半導體 等荷蘭的這個公司 數百萬顆的晶片 雖然透過輾轉的方式 可能先賣到中國 然後又賣到俄羅斯去 結果俄羅斯咧 不是說沒晶片嗎 為什麼俄羅斯很多 這個國防武器上面 包括說像飛彈啊 或是坦克車裡面 還有這些晶片 那這些晶片是怎麼回事 原來他們是賣給這個中國的一家 叫做信諾電子的公司 所以用這樣說 所以他講這樣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荷蘭 你自己有太多漏洞出現 我假設我要說你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是跟俄羅斯勾結 所以我也可能 棒子跟胡蘿蔔 所以你要怎麼做 事實上現在這個英國的 這個皇家智庫的研究院主管 拜恩就說很對啊 他說荷蘭原件 對俄羅斯的戰爭機器至關重要 這些晶片常可以用在俄羅斯 幾乎都是所有的軍事無人機 還有其他標準武器 譬如說巡翼飛彈 他講的話不是要害荷蘭嗎 荷蘭一定會被西方世界罵 所以現在為止來說 荷蘭他也只能夠 好 你第一個 我要韓基金來設廠 第二個你指責我 晶片流到那個地方去 那事實上還不只 人家根據目前的追蹤 你在烏克蘭戰場裡面 拿到的這個飛機 或是拿到的殘海裡面 有非常多N字譜 還有德州儀器 真心電子 其實都有 只是說這幾天 就荷蘭的消息被炒出來 炒出來的話 那當然啦 對荷蘭來說 他也只能夠說好啦 那國際上要制裁的話 那我就跟著制裁的一個狀況了 而且今天台積電大漲 還有一個關鍵是 AI的時代真的來臨了 對沒錯 事實上台積電在今天一段時間 你看股價大漲的約莫 是八個Percent左右 那事實上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他今天是史上外資 第二大賣超 他買買超 他買了台灣股市 快要接近八百億耶 外資拼命嘛 對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第一個當然啦 因為今年來說 大家不是說業績不好 可是問題是 台積電沒有受到影響 你知道在這個業績不好的時間裡面 NVIDIA 超微還有蘋果 還是不斷地下單 那為什麼 因為主要兩個趨勢 一個是今年的AI趨勢 應該是來到 另外一個就是自駕車 這兩個東西 現在開始 包括說像特斯拉的這個晶片 也開始大量的到位 所以告訴你說 台灣 因為卡住一個非常重要 你看為什麼 德國一直要台積電去設廠 他就要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這兩個東西 沒有在歐洲設廠的話 那怎麼怎麼可能 歐洲才會發展 我的自駕車怎麼有辦法發展 發展不起來嘛 所以我再告訴你說 事實上這個系 台灣有矽盾 但是美國 台灣有矽盾保護我們自己 但是美國就用矽目 來防止中國的野心 剛剛講的 現在歐美媒體 今天全部用 拉下矽目來形容 美國的那個動作 講說這個動作寄身且管 歐盟本來不同意喔 本來比利時來非常同情荷蘭 認為美國在霸凌荷蘭喔 可是荷蘭也妥協了 荷蘭也認了欸 難道這一個半導體的戰爭 是生死的戰爭 有死 等於說這一個 有你沒有我的 荷蘭在最近的同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經過美國努力 才達成的目標了喔 那這個事情也完全違背 荷蘭本身的商業跟國家利益 對 他居然能夠拗到他同意了 我覺得是不是有其他的背後的 一些歐洲情勢的變化 所造成的這個造成的問題 當然這個從阿斯莫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堡壘啦 對 那阿斯莫這個堡壘 現在淪陷以後喔 大概是全面性封鎖了 那就沒有了嘛 其他因為其他 其他日本都已經擺平了 韓國也擺平了 台灣沒有話講 那不是講說中國有能力另闢西境 然後發展一出一套 別人沒有的半導體產業嗎 那不是他全部封殺 中國還在努力嘛 中國還在努力 當然就是說 現在所謂的高科技的半導體 所謂的高端半導體的發展的可能性 來講的話 中國在未來五年之內來講的話 勢必落後 這已經不可能了嘛 沒救了嗎 這個非常緩慢 他現在採購是他唯一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從台灣取得一些技術 這個可能性 我們不排除他任何可能性 但是目前的麻煩在哪裡呢 目前的麻煩並不是說 你光是發展一個所謂的 這個高端半導體 比如我們現在在美國 看到的台積電所設的廠裡面 大概有90%以上的產能 都是被蘋果跟其他幾家公司包完了 對 那真正的10%以內 是美國國防部包掉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真正影響到美國的這個軍事 跟國力的威脅的高端半導體的數量 軍事 是很低很低的量 並不是很高的量 對 但那個量就注意 讓他的軍事的優勢 維持非常長 一個代次的領先 對 這就是美國要的東西嘛 所以我們從美國 從這個台積電在美國的產能的部署 你知道 而且大部分是蘋果拿掉的嘛 所以蘋果還是在商業半導體上面 全球獨步唯一 然後領先世界 所以你這 以這個來 以這個來作為一個例子來比較的話 你就知道說 他在軍事科技上面 未來幾年 要跟美國的所謂的精密製導的軍事裝備 沒得比嗎 完全差一個代次以上 差一個代次以上 尤其在俄烏戰場打到現在為止 更確定的是這個結果 這個都不用再談了 所以那問題就是說 可是每日中國會不會 從此就一蹶不振 不會嗎 不會的 因為什麼 那個量本身來講 量體那個整個數量而言的話 它的低層是 所謂的低端半導體的使用量 還是非常的大 對 它仍然維持一定程度的產量 但是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趨勢 在慢慢慢慢發生中 什麼趨勢呢 什麼趨勢 原來我們都認為 車用半導體 對 是屬於比較低端半導體 高端半導體 現在開始 從特斯拉開始 從這些歐美的歐洲的國家開始 他們所引進的 所謂新的 所謂的這個 自駕的話 電池 它的三控系統 全部大量使用高端半導體 所以這個是個新的趨勢 當這個趨勢 如果在美國成功的話 那中國就會喪失掉 它的車的所謂電動車市場的優勢 這個優勢 你有電池沒有用 你沒有電晶片 對 你的晶片落後 你的晶片落後 你在很多的 所謂的這些無人駕駛 或是AI的這個設計上面來講的話 各方面的話 你通通會落後 好 國政你之前曾經提到說 美國在對付這個特斯拉 在對付這個 特斯拉 我想真的還假的 可是現在感覺越來越明顯了 原來 你想清中 你想中國市場 你想把技術跟中國交流 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且我們又講到 現在他在美國的負評這麼高 美國現在針對特斯拉的馬斯克 真的展開一系列的調查 雖然在過年期間 特斯拉的股票大漲 而且一個禮拜漲了33% 創下一月以來最高漲幅 可是馬斯克的大麻煩來了 第一個是光美國的證券交易委會 就兩個案子在調查馬斯克 第一件事情 證券交易委會很嚴重嗎 內線交易 因為他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瞪著特斯拉股票 還在163塊的時候 賣了2200萬股 那時候賣出去的總金額 達到36億 一算是1000億台幣左右 結果在1月初的時候 特斯拉公布所謂利空的消息 一比他價差中間差12億美金 所以現在 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可能去調查 你是不是提早知道壞消息 因為知道股價會從163 跌到108塊 所以你說我賣股票 當時以為說是為了取得 可是你可能不是為了取得 是你知道說我的價格要下降 趕快賣掉 對 知道出貨 會公佈所謂的出貨 不如預期 價格可能會暴跌 所以這是涉及到內線交易 因為你知道公司有重大的利空消息 提早把股票賣掉 這個是要申報了 這要坐牢的嗎 對 這是如果真的成立的話 這是詐欺罪 這是要坐牢的 當然現在是美國證券交易委 要開始調查 這是其中一個案子 第二次案子是 他的內部的員工出來爆料說 2016年特斯拉拍一個 所謂的自駕影片的時候 那時候馬斯克在推特裡面 大肆宣揚這個自駕的作用 結果也讓特斯拉當時的 所以就這個影片 他這有自駕的功能 他已經見到L3 他是騙人嗎 那根本不是真的 他現在改口說 那時是告訴大家 自駕有哪些要素 而不是真的做到的 但是那時候馬斯克在 我們都相信他有自駕能力了 所以那時候大家相信 所以問題來了 你是不是那時候公佈這個消息 讓股價上漲 意圖操縱股下 所以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也要調查 他在這一場自駕聲明中 表演的角色 等於2016年的案子 也要拿出來查 去年年底到今年初的案子 也要拿出來 同時光這件交易委員會 就有兩個案子了 接下來他買推特 也有大麻煩 因為推特每天要賠 四百萬美金 而且還一度讓他 沒有辦法進公司 現在美國拜登政府要去查 你是不是 查他 你的資金來源 到底有沒有問題 你要不去跟中東的瓦利德王子 阿拉伯的瓦利德王子 調資金 調錢 再來你有沒有跟卡達的主權 資金調錢 有沒有跟中國的幣 幣圈的照長篷來調錢 因為這些資金可能都會 照長篷調錢 是不是 對 他就要去調查 你這些商業投資 這些股權的錢 是不是會意圖影響 美國的言論自由 這是大問題 所以他也要查 美國拜登政府也要查說 你這些商業投資 這些股權是不是也有問題 也要查這件事情 第三線是美國參院也要查 查他什麼 你是用新疆零組件 一樣就是涉及到零組件的 所謂的新疆人權問題 所以也要查 等於他同時 有三個機構 都在談馬斯克 所以現在很多分析師說 特斯塔最大問題就是馬斯克 他最大敵人 不是別人是他自己 可是他現在不是 出發線照鏡子嗎 我本來相信透明月 我對中國 我等於說我把很多人 保壓在中國 可是第一個 中國的車市 不斷的來壓縮我 不斷的來跟我產生競爭 另外 美國對我不信任了 對 偏偏他是重壓美國 跟全世界對坐 當全世界都在要求說 要把產能撤出中國的時候 結果特斯拉對中國依賴 還算越來越深 這是特斯拉副總裁 陶寧說 他現在95%的供應鏈 都在上海目標是百分之百 而且他產量是越來越高 他一年全球生產90萬 量左右去年第三季 結果有48萬量是來自中國 一半以上來自中國 如果去算上海產的話 他現在產能是七十五萬量 加州六十五萬量 德州二十五萬量 玻璃二十五量 等於全世界最大的工廠 就在中國 而且未來可能會擴充到一百二十五萬量 等於這些家產都沒有上海大 等於全面壓在中國 等於跟世界在對坐 我們剛剛仔細說 半導體決那是高端產業對不對 可是你說不是 中國現在被美國壓縮 不是只有在高端高科技上面 他在一般的等於說生活上面 他的消費經濟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衝擊到什麼 衝擊到習近平不能不面對了 對 中國即將要開兩會 兩會最重要目標就是 要把消費拉起來 中國經濟實在非常的糟 很糟嗎 很多業者全部都是倒閉的 包括這些平價的手搖引 一杯子要六到十五塊的 也都在倒閉 包括台商這個消布消布 一套餐大概三十到五十塊 這麼便宜的平價的消費品 一年內倒了兩百四十幾 一百兩百四十幾 所以說洗茶品牌的洗小茶 全部關閉 加布加布 一年關了兩百四十幾 Ladyman已經撤出中國 包括當紅的炸機 居然也都關電了 中國不管是高端跟低端的消費 全部都在紛紛陣亡 興起立片 只會陣亡關電槽 所以他內需的消費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對外貿易跟對內貿易都被衝擊之後 中國的實體經濟 現在是非常的慘 所以盧比寧就說 中國現在債務是比喜馬拉雅三還要高 是創下一九九五年以來 新高紀錄本來兩千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一度拉上來是GDP的三倍 二零二一年疫情有點緩解 是稍微降下來 結果去年開始封城之後 一度拉下來 所以中國政府真的沒有錢了 他的固定資產投資一直往下掉 根本拿不去出錢來投資 所以習近平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你現在搬出來 中國政府沒有錢了 如果以前經濟不好 要解封之後 要拚經濟 都會做鐵公機 鐵路公路 所以高鐵之間 我們來看這張表 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工作報告 沒有鐵公機了 沒有鐵路公路機場 都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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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解 所以代表 加大餐飲文旅養育幼 消費力度 每一個省市提出提出來的 沒有看到在高鐵 因為真的沒有錢 而且在拼什麼 拼夜間 路燈亮度 夜間公車跟夜市 成為中國政府 重點 而且廣東這些重要的省 要救什麼 就剛剛說的那些導電的 中小企業 因為這些產業 真的非常的慘 所以今年沒有消費的話 中國會非常的慘 在中美對抗的這個架構下 我們都講到的 中國的國力 受到很大的一個傷害 甚至在半導體晶片 卡住中國的咽喉的時候 它在電子產品上面 在整個半導體產業上面 幾乎是一泄千里 產生崩潰的狀況 而現在就有一個事件 來證明中國在未來的世界 它可能缺席 因為剛剛結束的消費電子戰 這個在拉斯維加舉行一年一度 是最重要的電子產品的展示會 也就是在這一年 或對未來世界裡面 各家都要展現 它對未來的影響力 它要展現在未來 它扮演的一個地位 可是沒有想到 過去中國非常積極參加這個消費電子戰 甚至過去還開玩笑說 CES的C要改成China 變成了一個中國消費電子戰 可是沒有想到 中國今年竟然大缺席 它的小米 它的華為 它很多的公司都沒有 去的公司裡面 是做電風扇的 是做這個所謂的連接器的 完全不在主流的位置上面 所以韓國的媒體就嘲笑中國說 難道中國沒電了嗎 這個電池已經缺電了嗎 一個缺電的中國 還能夠跟美國來比一比高下嗎 甚至現在中韓之間的矛盾 也越來越嚴重了 韓國今年要展示 他們講三星要展示 一個大的這個品牌 可是沒有想到 它現在為了防堵中國 它不敢公開展覽 因為中國會去摸 中國會去測試這個溫度 中國會去用齒糧 然後回去以後 我就copy 我就是山寨 現在很多的韓國公司 為了要防止中國的山寨 竟然被對於參展的人 看參觀的人 給予嚴格限制 你現在在這個CES展裡面 這是未來世界的華山論見 如果你在華山論見缺席 就代表你在未來世界也缺席 在未來缺席的時候 現在在海外 因為這個是中國產業發展 促進會的首席經濟學家 叫魏佳寧 他在內部發表了一篇演說 現在這邊也在中國已經完全下降 但在海外 瘋狂的流傳 他在怎麼樣瘋狂的流傳 他說現在中國的經濟 居然出現什麼 殭屍化的風險 沒錯 他說得非常有意思 他說中國政府和經濟已經出現 所謂殭屍化 因為決策多變 我們就講嘛 他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 完全沒有人全面封控 跟不封控 沒有人看得懂你在幹什麼 所以那名氣就破產 跑路躺平 然後這個信息的這個不開放 也沒有導致這個所謂糾錯做事 沒有人反對習近平的決策 所以現在等於是中國出現非常多 然後你看我就講 為什麼高科技對中國很重要 我在裡面內循環的時候 如果有高科技 我可以升級 問題是你現在高科技沒辦法升級 你就一直只能在舊有的產品 這樣亂來亂去 對中國的經濟 是個非常長遠的傷害 而且他講的喔 破產 跑路 躺平 對 有這麼嚴重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沒有新的這個經濟刺激 你看以這個加勒服來說 加勒服這過去原本春節前都是一個忘記 但是你現在去看 加勒服的超市裡面幾乎都沒有任何東西 而且加勒服在去年在中國 關閉了四分之一個門市 甚至他們還說 加勒服的這個購物卡要趕快來弄 但是問題是我購物卡我要到期 但是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買 所以他們現在在抗議 也在抗議你的加勒服出現這樣的狀況 另外一個我從台商 台商過去我們都在台 中國大陸拼所謂的餐飲業對不對 今年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趨勢 大家都完全回來 班師回草 餐飲店跑了 對 瓦城回來了 很多廠商是他們沒有 他們從中國回來 他們沒有回來台灣 他們去哪裡 他們去美國 好像八方雲集就這樣 他們都跑到美國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現在整個風已經完全在變 也就是說中國的這個名氣的 這個經營方式 其實經營的這個狀態 是相當糟糕的 所以你之前曾經講過 中國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我叫槍桿子 我叫筆桿子 我叫錢袋子 當然槍桿子跟筆桿子還是有 但錢袋子空了 現在是個過年之前對不對 那中國民眾現在在做什麼嗎 討薪水 我沒有薪水的話 我根本沒辦法過年 你看金帝集團 他們的這個門口在這個地方 你看前面睡了一堆人 他們不是在這邊加班 他們是在這邊幹嘛 老闆娘看 全部躺在地上 被子都哪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要你付錢 你錢我們的錢沒有還 所以就這樣 他們就這樣睡在這個地方 反正我給你破罐破摔 我就睡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買一鍋造飯 當然 你看還有人拿東西 然後因為現在冬天也很冷 我就睡在這個地方 那這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你看 這大家也睡在這個地方 也是地產公司 大家就睡在這個地方 你不讓我睡裡面 我睡在門口外面 就這樣 那你看這個國企 遠洋是國企 惡意欠款 你看他們在門口 給你拉下這樣子 然後你看 你看他們死民有幾個人 你們睡得著嗎 還我血汗錢 你看黑沙科技欠星不發 還我血汗錢 現在中國從南到北 居然在他的門口 寫一個臭名遠播 對 事實上現在整個中國 壓力非常大 因為民企 或是說國企 都已經繳不出錢 那甚至他們現在 你知道 現在大家都在散尾牙 是不是 那你看過去尾牙是這樣 哇 成堆了這個人民幣 對這樣子 然後就說有人 然後 以前尾牙 來都是數萬數萬的這個人民幣的 這個獎金發 他說現在 我們發了個年終獎金 他說是三十塊 人家說有沒有聽錯 有沒有萬 沒有 就真的是三十塊 所以他就說 四到尖 三十塊 所以導播再看一下 這個比較是太 太荒謬了 這是以前中國 他在狀況好的時候 我展現 我中國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有錢 錢多了以後 怎麼展現 用錢堆成牆 就代表我心心上榮 對 可是現在也堆 用什麼堆 現在用饅頭堆 對 現在只能發什麼 發饅頭給你啦 這樣一堆一堆的饅頭 也是不錯啦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後 還有發魚的啦 還有發水果的 現在各自各樣大家 而且甚至還有更好笑 他說致歉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去年表現不好 我們沒有發年終 但是等到我們好的時候 我們七八月 我們去新疆 大家吃酒 這個喝酒 吃肉這樣 大家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 就不發年終獎金 大家都說你根本在呼籠了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中國經濟真的是 在過年前 反而是這個王小二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 可是他不是講嗎 你過去不好 是因為你完全封控 你完全封控 我的經濟活力 被這個停止掉 可是我已經解放啦 解放了 不是講說到處都人山人海嗎 到處人山人海 我的消費力 怎麼還這麼低落呢 抱歉 根據國外的研究裡面來說 你看這三個數據往下 這三個數據往下就是包括說 他們中高價低 中低高價位的產品 全部在往下滑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的消費者信心 大幅的滑弱 也就是說 經過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大家根本就已經不相信 中國經濟會好 大家寧可就保守一個狀況 這對中國的內需 是佔中國消費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縮手 整個中國經濟是不會好的 好 那現在對中國來講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是 那個產業鏈的脫鉤 外套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你的人講說 戴爾也要跑了 HP要跑了 現在蘋果也說他很多跑了 特斯拉現在最大的投資 也不在中國了 更不用講 現在很多地方 真的往東南亞去了 事實上過去 Elon馬斯克可以說是最輕鬆 可是你看他做的動作 他現在已經正式宣佈 我在中國大陸的Model Y 我要量減產20%以上 那你要減產 那整個不好嗎 他說沒有 我減產這個中國 但是我現在準備要到 這個德州去投資 7.76億 他回德州了 蓋另外一座廠 另外一個 他今天宣佈是 他準備要蓋另外一座新的廠 他去印尼 所以並不是說 上海 對 上海 他就是要減少嘛 所以到事實上現在 整個中國壓力大到什麼程度 大家寧可都先撤出中國 不要在你這個中國大陸 繼續生產的一個情形 所以之前吳董講的去中國化 去中化的供應鏈 對 已經活生生的上演了 這是根據CNBC 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裡面來說的話 要不要這個離開中國 他說有超過一半 52%的美國公司 計畫在2023年要調整 中國的相關的供應鏈 所以就是說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面 你會看到大局 更大局的這個供應鏈 會離開中國 搞不好回到美國 回到台灣 總之不會留在中國就是 好 正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 在中美對抗的時候 美國就是用半導體 去掐住中國的咽喉 我透過半導體 我把你所有的電子產業 全部的打到了地上 那到底現在有多嚴重呢 中國不是講說 他要開始做出 他的這個全部造星嗎 太誇張了 現在這些完全失敗 現在很多最重要的晶片廠 居然變成爛尾樓 變成爛尾樓算了 沒事幹幹嘛 養雞去了 對 你真的沒辦法想像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是江蘇時代新存 你不要覺得說 這看起來是個什麼爛工廠 或什麼的 他投資了多少錢 160億人民幣啊 非常非常多的錢 可是你知道他們現在 主力策略是幹嘛 養雞啊 為什麼養雞 還有養雞 養牙可以養羊 為什麼 因為他打到政府 晶片廠 對 花了這麼多錢 養雞養鴨養羊 這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拿了政府 161的人民幣對不對 那政府當然要定期去機場 每一個機場的人就說 來來來來 幫我們先喝個酒再機場 他就帶去廠區裡面招待所 帶去廠區招待所 我給你最新鮮雞 最新鮮的鴨 最新鮮的養 現在的 所以一開始 大家酒憨耳樂 那機場就稀里呼嚕 可是他還有三錢 他說過關過關過關 久了之後乾脆想說 不造晶片 我們養雞 反正每次來機場 給他吃最新鮮的雞 最有活力的土雞 最新鮮的養 所以雞是這麼來的 雞是這樣來的 他不是無聊性養的 是為了要躲過雞場 所以養了一大堆雞 晶片廠養雞就算了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網拍 有在拍賣晶片廠的 這是德懷半導體 德懷半導體 我在跟大家講 他的投資了多少 四百五十億人民幣 結果他跑去這個京東的拍賣網站 拍賣整套含土地 含工廠含設備 四百五十億的德懷半導體 現在賣十六億人民幣而已 逢低買進 四百多億變十六億 變十六億 可是問題是你買了也沒有用 因為現在技術風暑 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這十六億 人家看看說 大概大概 就只值土地的價錢而已 所以你看現在產成這樣 廠房沒了 設備沒了 廠房有 但不值錢 不值錢 那設備 他本來就沒有設備 我現在要極紙外觀機 深紙外觀機 你給我一些舊的沒有用 所以你想想看 四百五十億的投資 這麼大的廠房 賣十六億 其實坦白講 就是土地的錢 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講很多 都是IC製造對不對 很多人懂得就是說 可是你知道 中國還有IC設計 IC設計應該不錯吧 我跟大家講 中國IC設計 現在遇到兩個狀況 一個要嘛就沒產品 第二個要嘛就沒IP授權 什麼叫沒產品呢 比如這個諾林科技 諾林科技 它2020年 大家搞清楚 它研發花了2.4億人民幣 差不多10億多 結果呢 2020年的營業額多少 0 2021年的營業額多少 150萬 我投了好幾億下去 我營業額是150萬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的所有IC設計 半導體廠 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IP授權 什麼叫IP 就是智慧財產權授權 我在做IC設計的時候 我很多IP是A公司的B公司 我要互相授權 可是不好意思 現在所有世界 我都不授權IP給你中國 所以喔 我不只晶片製造不出來 我晶片設計也設計不出來 我沒有IP我沒辦法 我相製造嘛 可是問題是 很奇妙的事情是 2015年的時候 中國的IC設計公司只有736家 這是合理的 2022年從736家 短短7年變幾家 3243家 從700家變3000家 換句話他們在幹嘛 全部都在零補助嘛 所以現在中國 不管IC製造跟安心設計 都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還有 有的呢 其實確實是有實力的 比如說藏心存儲 他是合肥藏心的 他做低論的 結果呢 他現在搞到什麼程度 他要跟老美去求勞 什麼跟老美求勞 為什麼 因為老美現在不是有規定 幾奈米幾奈米我要封殺你嗎 結果呢 這個合肥藏心公司 跑去跟美國商業部 誠實說 不好意思 我報告一下 我原本說 我有17奈米的技術 其實我只有18到19到20奈米 我是唬爛的 不要制裁我 結果美國商業部看看 還真的 開放制裁讓你過來 所以現在中國半導體 真的遇到一個卡脖子的狀態 我選擇 大vatore 超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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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焦